穿著一身輕裝 高雄市長陳其邁在19日週末這天中午 來到愛河水域 出席2023高雄歷史華獎繞標挑戰賽 陳其邁表示 高雄冬天氣候宜人 除了是冬季旅遊的最佳首選之地外 溫暖的冬天來親近愛河的水域活動 更可以感受到高雄山海河港的熱情魅力 這個是我們海洋派對的 這個歷史華獎的體驗 還有錦標賽 那我們就希望說因為 昨天我去台中天氣就非常冷 我都要穿長袖 在高雄你看那冬天是 還是屬於高雄的 這個尤其我們愛河有很多 這個水上的一些活動 那下個月有這個龍舟的比賽 就歡迎說到冬天的時候 最佳的旅遊城市 當然是高雄 希望說把我們的山海河 尤其是我們的愛河 是我們高雄的地標 就希望說大家都能夠來高雄旅遊體驗 穿上了救生衣 陳其邁親自下水體驗歷史華獎的魅力 從一開始的只能蹲下身子來維持平衡 在很短時間內就適應了如何操控華獎 並取得控制方向和平衡感 陳其邁表示 有興趣嘗試的民眾 可以加強自己的肌耐力 以及核心肌群 將更能感受到玩Sup的樂趣 YES 你贊什麼 我應該是會釋華獎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就希望環河於民 因為愛河其實本來就是過去 要下去上來也都不用申請 那我們現在管理就是你只要掃QR Code 他就要下去 但是還是要戴救生衣 保持自己的最好的狀況 然後做好安全措施其實很安全 從2021年起 高雄就陸續推出海洋派對系列活動 並且在智力打造成台灣頂尖的清水活動程式上 培養出更多水域方面優秀的選手 拉近了市民和水的距離 同時更凝聚了高雄市民對水域活動的熱情